现在我们的武汉谁来救?我们的中国人民谁来救一下? 指望习近平来救我们吗?指望中国梦吗?我唱! 前面那一段那个变态小哥哭的还骂领导人的那个你看那个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我觉得可能是海外法轮功吧也或许是大陆的谁谁谁我不知道啊 那也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等会我说但是重要的是他台湾的正统的媒体还算TVBS在播这一段 所以说媒体不能看 媒体不能看现在媒体比自媒体还不如了 都是造谣拼接那种他们意识形态的东西造谣反正没后果嘛 没后果就开始造谣就开始搞这个发招搞这个乱七八糟所以各位看自媒体好了 那不是不见得看我的看别人的看一些别人的那个比较正统的人 他播报的事情还比较有一点有点格的人像什么有点像还没频道还是海外的我看我都会介绍别人 还有一个光头老头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也是个海外华人 一个光头老头那还有一些还有很多人都可以自己去找 我只是讲谷的比较多我本来不想讲武汉可以演的事情 他对我造成损伤哦 那个我重新的公司现在搞到那么久才上班了吗 我会吐血啊倒闭好 这个我和这些想都没钱啊 这个不提啊 对我造成我还不太想讲哦 这种事我还不太想讲 那个可是因为有很多人问 但是我是因为看到前面的变态小哥在台湾的正统的媒体 你现在这种媒体我是不看那是因为我晃一眼我太太看了哦 我晃一眼我说怎么这种CPPS会放这种东西啊哦 这位变态小哥在哭啊 你有什么好哭的你有什么好哭的 你哭他妈什么东西 你骗谁啊 美国流感死了六千人啊 武汉肺炎才死几个 还不到一个连呢 半个连左右吧 几十个人吧 我不清楚反正不到一百了哈 还不到一个连了啊 还死不到一个连 人人人家都已经几个团了都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啊 哎哎哎 他死了六六六六千多人了 这个媒体那个报那个记录有是英文的哈 有人结结那个英文网站的 美国官方英文网站统计 美国统计疾病疾病管理局统计的哈 结那个网页下来 我说那是真的 人家死六千多个哈 每年十枪打死打伤两万多人哈 死伤两万多人哈 英国的贫困交加英国贫困交加 这种流民那种贫困交加 每年要死也是死掉两万多人哈 英国大概是个小国哈 大不列颠哈小国哈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死这么惨大 人家都没哭 你哭什么哭 你哭什么哭 人家都死了这样子都没有哭 还硬甲我是世界霸主哈 美国人都已经在千疮百孔了哈 每个美国人民都觉得自己的国家都已经快不行了 可是人家的政府哈你看 人家还在嘎 媒体 我是世界霸主啊 没有人像你这样哭的 再哭下去 所以那个戏演得不像了哈 那个不像哈 那个戏都不像了哈 那哪有像 现在全你中国人手上有什么资源 全世界都知道啊 你还想骗谁 你还哭什么哭 有什么好好好在那儿哀鸣的 喊加油的不用啊 所以我为什么不想讲五万费赢 不用啊 他死不到一个年 人家都已经死了好几个团 都已经一个神算在一起 撕枪就打死两个师了啊 你死几个人在那边打滚 灭亡了 亡国灭种啊 哈哈 那这个戏不要演了 演下去不像 演下去不像 那个也许他是法轮功的哈 法轮功像疯狂 如获至宝 得了一个废的如获至宝 疯狂的叫嚣 中国要命 要要要改朝换代打倒 某某政权啊 好好好 你去你去你去 那拼命喊台湾香港加油 好去去去去去去 神经兵哈 那个戏都不像 但是不管他是不是法轮功啊 他演了这种很不像的戏啊 很不像的戏啊 你看每年台湾那个 光车祸 就死超过这个时候肺炎的 也没见到人不敢开车啊 流感死那么多人 也没见到大家戴口罩 还不是飞机 那个到处跑 感冒并发症啊 感冒并发症啊 你去查一下 每个国家都有 美国是死六千种 中国可能也死很多啊 那个每年的流感感冒并发症 人类都跟他共存了啊 跟感冒病毒共存了啊 你都也没有 也没有说 哦哦哦 这样子发疯 结果现在好像大陆政府被骂也是疯狂的在发疯 很紧张啊 那个 也不论是谁骂啊 也不论是谁骂啊 但原因绝对不是肺炎 我前面讲过阴阳节 还网络还有很多人问阴阳节的事情啊 你可以回忆一下那个SARS 那个时候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时代啊 胡锦涛时代啊 SARS有紧张过一阵子 但没有没有到这样搞到这样子 那么紧张啊 SARS时候 SARS那个时候是有在管制啊 但是那个时候媒体没有像妖魔鬼怪那么多啊 那个 所以没有到紧张到这种程度啊 嗯 那个 现在特别紧张 那个阴阳节的问题啊 你不要 所以我说 为什么 前面我说为什么那不重要啊 是谁 他是不是法轮功 还是谁讲的 他通通都不重要啊 因为有可能像我这种台湾海外的人 反而希望祖国好的 也有可能是大陆祖国内部 甚至是甚至是党内人士 是勾结 里通外敌的判贼 汉奸都可能 都发生过 都有证据啊 都发生过了 所以那都不重要啊 那重要的是 该做什么事情 不是武汉肺炎 哈哈哈哈 我洗一下阴阳节就知道了 不是武汉肺炎 该做什么事 不是武汉肺炎 是要是要是要你 拿起拿起拿起手握刀枪的时候了 但是不是杀人 但是是要凶狠的时候了 心仁意之师的时候了 这个不然的话 那这种鬼话会越来越多 而且还会越来越大声 由各种不同的人喊出来 然后你再去按照他喊的原因去解决 你解决不了 为什么那是假的 因为那个戏本身也就不像 为什么是假的 那个戏不像啊 你自己看我刚才讲的嘛 那戏怎么会像 死半个人脸 就说中国人谁来救救我 你还死半个脸 人家死了好几个 死的人都没在喊 都还在世界霸主 光伊朗导弹打美军基地 现在正确的死亡 死伤数字出来了 一百多人 哈哈哈哈 打死哪伤有残废的 那个导弹 美国不是暗杀 苏兰玛尼吗 那依然导弹反习 报复之后 美国人说 临死亡 临死亡 事实上现在已经爆出来了 里面有人爆出来 一百多人 他说政府在说谎 临死亡 你看 美国人才硬胖 我没有死 我是世界霸主 每年打死两万多人 我是世界霸主 都流血了 流感死六千多人 没事 不要怕 倒探打一百多人 也没人哭啊 人家多勇敢 你他妈说半个年而已哈 在那边那边哭上什么 如上烤笔 谁来救救你 谁来救救你 你不要苦闹 就等于是救人 你不要再鬼叫就救人 所以 所以问题不在武汉肺炎 问题是 是有人该做 一些事情 可是没有去做 那这种很奇怪的鬼 会繁衍出来的 因为过去就是这样子的 我前面讲过很多次阴阳节的 你要再翻一翻 当初往往就是这样子的 后来的阳广也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很多很多理由 但是都是来找茶就对了 来找茶 那你如果稍微有点聪悔的人讲 这些找茶的理由 通通都是假的 真正找茶的理由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时间到来 时间了 时间了 该做什么事了 不提了